现在所看到的这位电脑 他自小时就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位家庭的农民 好好花拥在地的第三亚 在民国87年 到达立选农委会无法农民的困点 今年是在头参加农委会新农将的選办 也在处得到全国无法农民的公演 其实这一次不是代表我个人 是代表我们春龙我父亲张永青先生 他的传承 最主要我是传承他的记忆 技术来家里发扬光大而已 我是代表他出来参选而已 条件上表是现在作体的收入 也不比在大公司上班也更差 这次的在处传算农委会十大新农的選办 除了是受到全国的鼓励 也希望可以以自己的经验 来让有议员回来高兴 到达第三亚的少年人 做一个参加核实的目标 受到很多前辈的鼓舞 他说希望我再提出这个 2013的十大神农参选 所以就一步从此提出了 这一次的参选 把我们过去的经验 成果做一次的发表 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让有志于从事茶叶生产的年轻人 有一个好的榜样来学习 将对现在第三亚要如何发展 对象上自己也有一头一本身的看法 其实对茶叶的展望就是说 因为我们乌龙茶方面就是 大家都是单打独斗 我的构想跟展望就是说 联合行销 用个人品牌联合行销才有力量 行行出讲完 自小时就寄完要做农的中心上 在第三亚的推广和表现 是相当受到的困难 他也孤立少年人 可以回来故乡这支道理第三亚 为第亚做立新的活力 彼此之间也可以来互相交流 广东推广第三亚 记得说我看在台湾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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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